美國運輸部宣布要暫停四間中國的航空公司 一共二十六個從美國飛往中國的航班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政府先前才以新冠疫情為由 來暫停美國部分航空公司的航班 所以美國現在是祭出反制的措施了 可以看得出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可以說是越來越強硬 而對台灣也持續的加強支持的力道 美國官員訪團昨天抵台 光是這個月就有三團了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師大東亞系的主任林賢參 主任晚安 主任我們想請教 有關於一中政策 美國原先採取的比較模糊的這種態度 現在是不是有所改變了呢 那麼事實上呢 所謂的美國的模糊的一中政策 也有學者把它稱作為雙重嚇阻 意思就是說 那麼嚇阻中共對台動 以及嚇阻台灣搞獨立 那麼它的核心的目標呢 就是要避免台海爆發戰爭 把美國拖下水 那麼另外呢 是有建議啊 那麼中共啊 對台軍事威脅日益的升高 那麼部分的美國的智庫學者都認為了 那麼過去以來的 美國對兩岸的所謂的戰略模糊的政策 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了 那麼所以要嚇阻中共武力 介入台海戰爭的劇本呢 寫進去他對台戰爭的一個計畫裡面呢 所以我們在那邊爭辯所謂的戰略模糊 或戰略清晰是毫無意義的 那麼這個問題的根源在哪裡呢 就是在習近平啊 他對於美中力量的對比啊 做出所謂敵消我掌的一個判斷 那麼套一句習近平的話 就是說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 那麼這樣才會讓中共啊 他無懼於美國的嚇阻 繼續推動他的武力犯台的預定進程 所以我說呢 那麼我們重要的是 不是政策上所謂的戰略模糊 或戰略清晰 而是要強化美國對中共的軍事嚇阻力量 也是讓習近平清楚的知道 美國力量依然比中共強大 那麼習近平他的所謂的東升西降的判斷是錯誤的 美國結合同盟友好國家 在西太平亞的一個軍事部署啊 可以讓中共武力犯台的時候 付出慘痛的代價 所以我說呢 光只是政策上的戰略清晰 而沒有展示軍力 以及動用這些軍力的決心啊 恐怕是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啊 會讓中共認為 美國是在虛張聲勢的一個指導 那我們緊接著繼續請教了 在隨著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之後呢 解放軍先是台海 還台實彈軍演之外呢 之後軍機跟軍艦 也都紛紛來越過台灣的海峽中線 北京的最終目的呢 就是想要讓台灣放棄 所謂的海峽中線這個緩衝區 台灣怎麼防衛自己呢 美國政府也在演你新一波的對台軍售 也聲稱說對台灣的支持 沒有動搖過 那麼主任以您的觀點來看 中國一直秀軍事肌肉 有沒有可能最後真的秀過頭 而導致台海有實質的衝突爆發 那麼會不會秀過頭導致台海戰爭爆發 這個是沒有任何人可以給肯定的答案 但是我們從過去的歷史上來看 很多戰爭的爆發都是源自於 那麼侵略者的誤判 也是說侵略者高估自己的實力 低估對手的實力 以及反抗的決心 那麼普丁的惡物戰爭 就是一種血淋淋的教訓 那麼特別是在當 譬如陪洛西訪台這件事情 美中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 所謂的chicken game 就是膽小狗遊戲 雙方都不能示弱 那麼美國不能示弱 中共也是當然是不能示弱 特別是現在的二十大 中共二十大召開的前夕 那麼要確認了習近平的第三任 那麼更讓他沒有示弱的一空間 他只有持續加碼 滿足他國內追求所謂 祖國統一的一個民主主義情緒 那麼這也就是說 陪洛西在離開台灣之後 中共第一波飛彈 試著封守台灣 他還陸陸續續把海空軍 常態化的一個跨越台海的中線 進入台海的防空識別區 那麼等等這些行為 還是陸續進行的 但是我們台灣不能 把它單純示弱 它只是一種擾亂 或者宣洩不滿情緒的 一種示威主動 要嚴肅的加以對待 它是一種對台實戰的演訓 那麼現在 那麼美中對立跟兩岸對立 已經結合在一起 已經不為英國關係了 美中對立導致兩岸的緊張 兩岸緊張更會導致美中對立 就是變成一種 機生蛋蛋生機的一個關係 那麼這個時候 維持雙方的對外管道 就相當的重要 就相當的重要 那麼現在圍繞著 美中圍繞著台灣議題對立的核心 那麼在於台灣的地緣戰略價值 中共的立場來看 台灣是共軍進入太平洋的一個前沿基地 也就是我把它稱作叫墊腳石 那麼也是中國大陸東部地區 這個改革開放三四十年以來的 一個黃金地帶 地帶一個鞏衛前封 前衛 那麼但是從美國的立場來看 台灣是阻擋中共進出第一島鏈 一個絆腳石 一旦台灣成為中共 那麼鞏衛東南沿海的一個橋頭堡的時候 就意味著第一島鏈已經被攔腰切斷了 那麼巴士海峽進出海上的交通道 特別是日本都必須要海上的交通道 然後就是受制於中共 美國就會失去西太平的優勢地位 這也是說現在的美中對立中 把台灣問題給夾進去了 那麼他美國絕對不可能在台灣問題上 做出退讓 那麼特別是現在 美中對立的大科技之下 是更不可能退讓